桃园市在教师节前举办师夺奖和优良教育专业人员表扬活动 一共有409位的教师获奖 那么其中的十门国中教师张成仁 在同一所学校服务届满40年 始终是维持教学的热情和学生打成一片 桃园市师夺奖继优良教育专业人员表扬活动 13号下午在图书馆评证分馆演艺厅举行 市长张善政亲自表扬22位师夺奖得奖教师和校长 优良教师以及信坛欣星等 总共有409位教师获奖 市长张善政感谢所有教师们的无私付出 今天在这个教师节目将到了时候 伴侠给了很多非常幸福的春花百年数人的老师 不管是师夺奖还是师生教师的奖 我们心里面有种感激 不只是现在颁奖这几个座 而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对过去付出的这些老师 有非常非常深感恩 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有12人 其中张成人老师教学生涯都在始门国中 我正一向不像老师 相当的朋友 所以跟小孩子相处都还蛮快乐的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教这么久的动力 因为孩子喜欢我 我喜欢他们 然后大家都和乐融融 然后大家都非常有这种开心创造心情这样子 获得桃源市师夺奖的郑友泰校长说 是孩子们成就了教师们的成就感 在30年的教学生涯里面 不管是从事教学 从事行政 看到孩子的表现 看到孩子可能学习的成就 不管是快乐学习或是丰富学习 孩子在学校里面的一点一滴 造就了我们老师们的成就感 表扬活动的现场 特别规划了拍照打卡墙 让获奖教师们留念 而另外一侧则是印上了所有获奖教师的照片 不管是资深教育人员还是展露头角的信坛心心 他们都照亮了学生的学习之路 也丰富了彼此的生命